大家好,今天是8月4日星期日,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欢迎您成为会员 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随后分析热门股票 债网警告,别抄底 数据疲软,大佬畅衰,美股市场寒意振振 在非农数据拖累美股大幅回调之际,不仅巴菲特向市场释放了悲观信号 债王Bill对美股的态度也不甚乐观 当地时间周五早间时候,他在X平台上表示 如今,业主有限合伙至企业股、银行股和金融股中,牛股寥寥无几 投资者不应再谈论抄底,而应专注于卖出 早些时候,最新公布的季报显示 截至第二季度末,伯克希尔的苹果持股量 从第一季度的7.89亿股下降至约4亿股,降幅接近50% 7月以来,伯克希尔还累计减持约9000万股的美国银行 共套现约38亿美元 有观点指出,考虑到巴菲特抛售力度之大 且伯克希尔本季度仅回购了3.45亿美元的自由股票 意味着这位亿万富翁认为整个市场都太贵了 反映市场是否过热的巴菲特指标 股市总市值除以GDP的比值现已飙涨至180%上方 表明市场严重被高估 一位分析师评论表示 巴菲特大举抛售的行为可能是出于衰退担忧 称伯克希尔是一家为经济环境疲软做准备的公司 另外一位分析师则直白地指出 巴菲特的举动是一个卖出信号 抛售交易的水平比我们预期的要高得多 在7月底的一次访谈中 他表示除非AI企业能够将美国的生产率 从过去几十年1%到2%的历史水平提升到2%到3% 否则长期来看 价值股将凭借其初始估值较低和更高的股息回报 跑赢成长股 不过部分华尔街分析人士仍持乐观立场 另外一位投资人周五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非农就业报告证实经济正在放缓 但并不表明美国正在进入衰退 他重申了此前设下的6000点的标普年度目标价 这一价格较周五收盘价而言 仍有12%的上涨空间 他预计随着大选结果逐渐明朗 美股年底前将出现反弹 加密货币基深大选重要议题 业内高管据悉下周将与白宫顾问会面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加密货币行业的高管计划下周与白宫顾问和众议员RK会面 讨论围绕数字资产的问题 并为下届政府提出政策改革建议 因会议为公开而要求匿名的这位知情人士表示 即将离任的白宫高级顾问AD 国家经济顾问LB和副幕僚长B2 预计将出席会议 D将从他在白宫的高级顾问职位离职 转而加入一个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该委员会计划斥资至少3亿美元 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总统竞选活动 这将至少是加密货币行业 与白宫官员近期举行的第二次会议 此前在7月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Ripple和Coinbase等公司的高管 以及D和加州民主党人K 加密货币行业已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誓言要扭转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行业的打压 Coinbase首席执行官说 无论大选结果如何 美国政府都将对加密货币友好 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首席执行官 布莱恩·阿姆斯特朗预测称 无论哪个政党获胜 下一届美国政府都将对加密货币持建设性态度 Coinbase周四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 财报显示 第二季度营收为14.5亿美元 同比大增104.8% 超过分析师预期的13.9亿美元 第二季度交易性收入为7.809亿美元 分析师预期7.451亿美元 二季度净利润为3600万美元 每股收益0.14美元 加密货币长期被视为高风险行业 受到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 但这一局面近来有所改变 随着华尔街机构越来越重视加密货币 美国监管机构批准了加密货币基金 提高了其主流的吸引力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开始认可 该行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阿姆斯特朗在财报后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作为一个重要的投票群体 加密货币倡导者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两党政界人士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出台全面的加密货币相关立法的势头越来越强 三大支持加密货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F、D和P已经筹集了2.3亿多美元来支持友好的候选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上周表示 如果自己重返白宫 他将确保政府100%保留其拥有的比特币 并会将比特币列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 有媒体报道称 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的顾问也接触了顶级加密货币公司 以改善双方关系 一位分析师表示 唐纳德·特朗普支持加密货币 如果他获胜 理论上会为该行业带来顺风 我们还不知道 哈里斯的立场 但有报道称 他可能会采取拜登 比拜登更温和的立场 美国最高法院上月推翻了 所谓的雪佛龙尊重原则 大幅削减了联邦行政机构 解释其所执法 执行法律的权利 分析人士认为 这有利于加密货币行业 Coinbase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正在进行法律斗争 委员会去年3月起诉Coin 称其未注册的经纪商 Coin随后在去年4月发起了反诉 阿姆斯特朗胜赞了美国最高法院的行动 他表示 我们认为这个案件是最高法院 对机构跃权持怀疑态度的一个迹象 这对我们的行业总体来说是积极的 我们来看一下加密货币行业最大的交易所 想必在特朗普在比特币大会上的一番言论之后 引发了市场对这个行业的重新的特别的重视 甚至达到了政治的高度 那么这个图表 虽然说前两周特朗普说话 有一点点往上走的迹象 但是近期随着美股的一个崩盘 所有的股票都似乎倾向于谨慎 所以我们对于Coin这只股票的图表来说 大家要有地方跌下去的话 你就先对吧 先出来 那么后续如果在我说的是跌破这根横线 对应的支撑区 就当前这根黄线对应的支撑区 那如果下周是强劲的反弹 就不要 对就不要减藏 就不要卖出 没有强劲的反弹迹象的话 都应该先暂时离场 因为现在它和大选关联起来了 它就是一个短期内高风险的行业 但一定会跌嘛 我们说横盘运动状态 它可以跌破支撑区 也可以向上走 但如果它选择跌破的话 我们就先暂时离场 等待它挖一个大坑 对吧 那如果它强劲止跌 咱们先不要止损的 对不对 或者说仅是少量减仓 再看它在这里震荡的一个表现 是吧 有没有可能止跌 有啊 因为横盘震荡 我们说横盘震荡的运动趋势 运动方向就是震荡 对吧 直到它有一方跌破 或者是有一方向上突破为止 对吧 好 这个行业呢 目前是有一些风险 你看它之前的一些洗盘 有好多横盘啊 对 横盘 当前也是横盘 但是当前这个位置呢 跟美股要关联起来 跟大选也要关联起来 那么它的风险似乎比 这个位置要高很多啊 所以我们特别叮嘱这个行业的交易者 要注意哈 特别是近期比特币有大幅的回落啊 怎么说呢 很多时候呢 一些利好的声音呢 也有可能是出货啊 所以技术面的交易者要注意这些位置向下破位的一个处理 那么预期 我们预期啊 之前是希望它往上走哈 但是这两周有有这种强劲的回落的迹象啊 多头还是要谨慎了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图表 叫什么来着 SMCI也是如此哈 我们对比一下 大家看SMCI啊 它也走出了类似的走势 按照之前的技术原理 我们的交易模式呢 我们应该假设止跌的概率更高哈 去尝试做下一轮的多头不断 但是呢 市场在近一个多月以来 瞬息万变哈 改变了原有的预期 多头呢 就应该啊 降低预期 调整预期 调整仓位 等待新一波下跌的止跌 再去做多了 有没有可能继续暴跌 有啊 为什么没有呢 我们说它可以直勾勾的向上拉升 也可以在反向运动之后 直勾勾的砸回来 所谓的上涨趋势线啊 也有可能被完全为逆转啊 形成新的一个空头趋势 对吧 我们也让大家观察每一个股票的历史 你会发现 有很多时候都会有较深的一些回撤啊 不同的图有不同的回撤 特别是涨幅巨大的图表呢 我们以诸多的图为例哈 发现啊 反向运动也毫不 毫不逊色哈 力度也非常强 那对SMCA来说 大家要注意哈 我们之前已经发出过 新一轮做多交易者被打止损的离场信号了哈 应该说你的 止损非常的小 对吧 那么等待挖大坑再去做了 是吧 我们顺便把这个 它的日线都看了 也说你看日线有点止跌啊 那主要还是这根黄色的上涨趋势线呢 暂时性有一点点支撑啊 注意是暂时性有一点点效果 但周五仍旧是强劲的空头 下跌了7%啊 在这个位置呢 在下行过程中遇到一些支撑位 有反弹是非常正常的 但 它仅仅是反弹 那么反转的确认需要强劲的阳线来确认 是阳线吗 不是 是阴线啊 阴线呢 不能确定为底部 即便是有下影线 我们说我们不是太相信影线啊 我们 能相信的东西很少啊 在这个市场里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或者看到的就已经是真实的 告诉你了 但是你的真实 就是真实吗 这个也说不清啊 我们能相信市场的地方很少 对吧 如果你太相信市场中的一些东西 你就太相信这些幻象了啊 市场有很多幻象 呃 那么右侧点位给出了吗 没有 小下跌趋下话好 它可以继续直勾勾下行吗 当然可以了 这些位置支撑区都几乎没有 啊 直勾勾的上行表明 原来的阻力是没有的 那么下行反过来看 那支撑也没什么力度了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进一步下跌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反弹一下 有啊 为什么没有呢 这反弹而已啊 那这个图之前那个英特尔 是不是也给出这样的走势的 我们看一眼啊 那 横下跌横盘 应该尝试抄底 跌破平台区域 止损离场 看看直勾勾的下行 看到吧 那近期反弹了一下 又直勾勾的下行 有人说 英特尔应该抄底了 那就是不知道美股的凶险啊 这图能抄底吗 还能做吗 不能 顺便说一下英特尔 英特尔这个图表的空头 强不强 这么空头这么强 有人说这是机会啊 确实也有可能解读为机会 但是我们这里的交易模式 可不是解读为机会哦 我们把这个缺口定位为 空头的顺势缺口 是强劲趋势的表现 空头就是这表现 是吧 强劲空头趋势 强劲大趋势 能能朝底吗 不能 还要假设它继续跌呢 是吧 因为它跌破了新的直升区 它可以继续往下漏啊 大家看历史 它可以跌很深啊 有人说怎么会这样 就会这样 是吧 好 我们再看SMCI 大家说 你敢相信这根 周五这根K线 是只跌K线吗 不是太敢相信 只能给它10%的胜率 90%我都不信 对吧 我要再看几根K线 再看几根K线 阳线也不一定稳妥 它有可能是反向的AEB小C 然后继继续啪嚓往下跌 是吧 所以下周早的时候 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反弹的动作 至于是不是真正的反转 要看大盘的脸色 我们说大盘的变化也是瞬息万变 即便是在超级熊市中 也有相当多的反弹 会给多头再带来一些诱惑 总之呢 美股的交易难度 是比我们的牛市中要 难度要大很多 难度大的时候 应该降低仓位去博弈 看似不妙都应该检藏 这是基本原则 这是废话吗 这是真理 并不是废话 好 回答我们的列表 对吧 比如说AMD也要止跌呀 止跌了吗 没有 好 这是几个主要的图表 那么对于刚才Coin的叮嘱 尤为重要哈 Coin还没怎么开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跌了的话就先出来 等它挖个大坑 咱们再去把那个小亏存给转回来 是吧 但是如果不跌破这升区呢 那就是横盘继续震荡了 市场也有横盘震荡的运动状态 那有没有可能跌破 我看这样也有可能啊 也就是说 我有点倾向于往下跌了哈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但我倾向并不重要 因为比特币的图表难分析哈 所以这个图 不管它怎么弄吧 只要跌下来就跑了 好 这是呃 这些横盘运动状态 转为急速下跌的图表 都差不多吧 这个图表的长相都差不多 就说明有可能都要那么走啊 不那么走呢 是例外 所以说定好每一个图的呃 止损位 嗯 我们看一下李来 能 人说李来进入到右侧了吧 不行 对吧 我们要看一下周一 能不能给出强劲阳线 那他当前这有点反应也是对的 因为啊 因为这是一个支撑区嘛 你看这有密集的震荡区间上边沿 作为现代K线的支撑区有一定的反弹 是吧 那么下周呢 需要强劲的止跌确认一下 那周五又是阴线哈 啊 所以这个图要关注一下止跌的一个情况 是吧 按照历史来说呢 它跌的也差不多了哈 但是呢 历史并不代表未来 它也可以继续跌一下 是吧 所以这个图表 LLY 要关注止跌的一个 进一步止跌的强劲程度 那即便是强劲止跌呢 大家也要谨慎哈 因为美股的状态呢 并不是很安全 现在 那止损空间要定好 如果是周一是大阳线的话 止损就要定好 那发现是假的止跌 跌破的话 还要跑掉 对吧 总之呢 现在对牛市的预期呢 要降低 降低不少 而且是 人说越跌 机会越多呀 没错啊 也是这个道理 但是啊 这个机会啊 跟之前的牛市相比呢 可能会变弱势啊 好 我们看一下高通 高通也好几天没看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周线图 有人说 你看这个大阴线 马上就要止跌了 你看这正好是支撑区 也有可能有些反弹啊 大家可以看超级熊市的表现 有很多反弹啊 但是呢 你还是要接近相对底部的时候 再去抄底 对吧 不浪费时间啊 所以有没有可能继续跌 反正现在多头 迹象比较微弱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对吧 周五还是阴线啊 那这个位置也有可能有反弹啊 注意是反弹 没有说反转的 人说你看这 跌下跌破趋势线之后 或者说这反弹测试 这下趋势线 然后就跌了个五浪 一二三四五 那又回到我们另外一个理论了 什么理论 我们不是太相信五浪 这个这个理论 那五浪这个理论都有效的话 那就简单了 那就数 直接就做反向 可惜 有时候不管用 对吧 因此呢 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市场可信任的理论很少 几乎没有 比如说他就信 这个那个的 你在过几年 你再回忆一下 你就知道了 白信 信也信还不像不信啊 那不信他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信两根趋势线了 好 那这个图呢 下周要关注直接的情况 行吧 嗯 关于 英伟达的那个后续影响 我们也提了一下 英伟达那后续影响 大家感兴趣 可以到昨天的视频去看 两期节目都提到了 一个是 事件 后续呢 后续影响呢 是第二 第二期节目中提到了啊 那么英伟达的图表呢 也不能判断为反转的 他还没摸到这支撑区呢 是吧 有没有可能不摸到就只跌 也有可能 但是 你觉得呢 你有什么感觉 对这个图表 是不是有感觉 有一种 他还要跌的这种感觉 反正啊 这个龙头股呢 走势也是 无法准确的预测啊 只能等待右侧点面 好 这是英伟达 嗯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的图表吧 木头姐这图表漏下来了 是吧 我们对小盘股特别叮嘱过啊 罗素 也是瞬息万变哈 周三周四周五 周四周五暴跌 对吧 而且啊 木头姐的这个重仓股是谁来着 特斯拉啊 特斯拉不行了吧 那么 其实他们的交易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特斯拉发出卖出指令了 这些也都是一样的 要有这种基本的判断力吧 另外 感觉不不舒服的话 我们说小盘股都要跑掉吧 其实这种策略啊 这种交易模式 都是适用于所有的图表的啊 不是说每一个图都天天分析 那分析不过来 对吧 那么接下来他又恢复到震荡了 那是不是震荡很难说哈 那如果悲观的话会怎样 大家想一想 这市场有没有悲观的情形 我们看一下周线就可以了 什么悲观 那就是下跌一本熊市 这是一本反弹 你是你说还要带跌一本熊市 大家自己思考这个可能性哈 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山 到了山峰又回到山脚下 我们说一切就有可能的 这种情况 只要有人看到 就会有有有有 就有就有 就有这种概率发生哈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所以对于小盘股要及时处理掉 一定要做局部波段交易为主 我记得哈 在牛市启动初期 我们说对于中小盘股呢 要低配 而且要做局部波段交易 因为他不像龙头股 那么走那么强的牛市 以震荡行情的局部波段交易为主 是吧 直到最近呢 我们就说你最好不要配置 或者是低配 低配的仓位比例 我们都说了 对吧 那么一点点波动 然后见识无妙 跟着罗素走 赶快跑 是吧 像木豆姐这种图 就是特斯拉的走势吗 看识无妙就赶紧跑啊 说在跌下边 跌漏了这个位置 那这就是一个大型的下跌中绩 是吧 再跌一腿 所谓ABC嘛 所以美股你觉得 会不会再走一个大熊市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考 谁也不能确定啊 好 那么会不会啊 我们比如说 呃 我们看一下大盘哈 再看一眼 看一下纳指期货 我们用周线来看 也就是说 会不会再走一波大熊市呢 大家看到了这个熊市吗 是有可能的哈 是有可能的 你说哎呀 那再走一波熊市 那这么多看涨的那波人 那不得那啥了吧 让他们见识一下凶险吧 他也不相信波段交易的好处 是吧 说有没有可能就横盘震荡了 我觉得横盘震荡 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走法 至于这再走一个崩盘 说实话有点吓人哈 所以怎么说呢 只能说概率有一点哈 但是我的倾向并不代表 最终答案哈 大家还是眼见为实 我们以局部波段的趋势 去处理会好一点 你猜不透他 这个股市啊 你猜不透 想要猜透了 那你就厉害了哈 好的 呃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说了一些重要的图表哈 非常的关键 不要觉得熊市不会回归哈 不要觉得这样哈 好 我们这期先这样吧 我们明天啊 这个下期继续啊 拜拜